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就是說 其實 歌唱比較大家如果看得多 其實大家 最後講迷都會 差不多的東西 但是 今天看的感想我還是可以跟大家講 第一個就是說 比如說 選歌其實蠻重要的 就是 你要選一下這個歌是不是 適合你 要以你的聲音 然後來表達這首歌 是不是 可以把它表達得很有感情 我們再 憑 憑那個 因為 畢竟是一個歌唱舞台 所以 我的話會蠻注重就是 Vocal他的表現 是不是 有match到這個歌 原本的精神 這樣子 然後 當然 最重要的還是說 就是整個歌 呈現出來一個整體的感覺 比如說 你假如 你假如一個人自談自唱的話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他 就是可能音量上 或是說花樣 就是整個 聽覺效果上會比較差 可是因為他是一個人掌控 所以他相對來說 他會比較容易 可以掌控出那種 就是 你整個歌的情緒 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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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揚斷出的那些 他一個人 他就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 雖然你只是 只是一個 吉他自談堂 但是你有把整個 這個 情緒 這個flow做得很好 其實 也不一定會輸 就是 整個月團 那整個月團的話 當然 聲響上是會比較飽滿 可是 可能就會有很多問題 比如說 第一個 平衡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 比如說 大家孩子 是不是很準 大家默契好不好 甚至 如果說 外場的那個聲音 控的不是很好 其實也都 蠻吃虧的 所以 所以就是 最後 就是我們做在評審系 或是做在觀眾系的人 聽到的 這個整體的表現 其實 會是 我覺得是 分數的 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對 對 大概要提醒大家 然後 參贊者 如果還有 什麼 那個的話 你可以去看那個 我們評審都有那個評分 他可以去看一下 應該都寫得蠻詳細的 謝謝